Hi! 我是乙兒 一個紫光粽話 情想超地的貓四少女 今天拆的是兩件筷帝 但這兩件筷帝的款式是一樣的 但我是在不同店鋪買的 一件是109,一件是99 想看看它們之間會不會有很大的質量差距 這件是99 它是有電子 發明橡筋 我覺得它有點像學衣 109的 它們就這樣看下去 顏色和花紋都差不多 109這件是沒有一個托 99這件是有一個托 而且它是拆不出來的 它這件是沒有的 免了的話也是差不多 109的拉鏈是在橡筋那裡 而99這件的拉鏈是在旁邊 不是在橡筋那裡 是在旁邊 是在橡筋那裡 也是兩層的 兩層的 你層的面料有點不同 99這件會比較滑 1809這件是面質 這件是109的 我覺得它的材質不太好 它前面的位置會有些 袖子 還有側面看的話 它是有些貼的 這個表面會有些 不是很貼的 而且整體會有些 不是特別貼服 不貼 我覺得很容易走光 而且它的長度 有些太長 適合到膝蓋的位置 就會選擇 腳比較短 對於不是特別高的人來說 像我那樣 就選擇腳特別短 這件99或前面的位置 有些做工不太好 但它腰的位置 裁展就非常好 這件比較貼服 至少比109那件好 而且這件的裙子會短一點 我覺得長度來說 這件我會比較喜歡 這件的長度 反而覺得99這件好 比109那件好 剛穿的時候 我發現了兩件之間的區別 就是109這件 它的綁帶是在上面綁的 那99這件呢 它綁帶的位置 是在這裡 它這裡有個洞 可以穿過去 然後綁帶 這件的話 它就是前後兩條帶 這樣綁著的 如果讓我選擇 我會選99那件 因為我覺得它的長度 和它的材質 都比109那件好 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